好,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,他問的是排出的氣體木耳數是多少? 文章的敘述你們大概看一看 我們要算木耳數根據PV等於NRT 你在算的時候要注意,就是我們這個R它是在0.082 當你帶這個的時候,你要特別注意它的單位 你只要帶0.082,你這個就是帶ATM OK,這個體積就是帶單位公升 你只要單位不要有問題就好了,單位不要帶錯就好了 那我們要算木耳數,木耳數就可以寫作PV除以RT 木耳數就可以寫作PV除以RT 所以我要看的是排出的木耳數 那我就把原本的木耳數,減掉後來的木耳數 原本的木耳數,減掉後來的木耳數 OK,好,那原本的木耳數減掉後來的木耳數 來,原本的木耳數PV除以RT 原生的P是多少 P叫做P叫做10 V叫做多少,10公升 除以R,R代0.082 再乘上T,T代300 那後來呢 後來呢,後來是P是12 V是10 再除以RT,R是0.082 再乘上400 OK,再乘上400 OK,再乘上400 好,接下來交給你囉 你就可以把這個算出來 這個答案算出來叫0.41 好,本題答案我們選B就可以了